好,下面我们该看下一个概念 叫多极指针的概念 那么前面我们所讲的指针 可以认为就是一个恰心或硬的心 那么是一个心 给人的感觉是一种单极的感觉 但不管单极还是多极 我们建议大家在这个地方 不要把它理解成几个心 来区别这样的指针 而更多的还是在理解 指针的本质 就是存放地址的一个盒子 那么在C源中存放地址的盒子 我们之前也提到过 你实际上就是认为这个圆圈 最终想办法去通过它里面的指 指向了一段内存空间 那么当然这个没有完 C源为了完善整个图形界面中 它其实又想到一个问题 这个圆圈有没有地址 也说这个圆圈的地址 我们如果知道了 是不是又可以相当于咱们一步一步一步的跳 然后最终一步一步的能跳到最终的一个结果 好 所以说我们所谓的多极指针 其实就是存放地址内容的一个盒子 也说这个时候所谓多极指针 它还是一个盒子 只是这个盒子中存放的内存 它里面的内容非常特殊 里面保存的还是一个地址值 所以说我们不管几极指针 其最终实质还是存放地址的盒子 只是这个存放地址盒子的什么内容 可能又是地址 或者是其他类型 所以说这就是多极指针 所以多极指针 我们大概的把它理解成什么 其实就是C源给我们提供了一套 存放地址的什么地址空间 也就是说它实际上是帮我们把一极指针 或者说普通盒子的什么门牌号 再一次进行存储了 这个比较绕口 但是我们希望大家不用去记这个文字 你只要知道 反正多极指针还是单极指针 都是什么 都是存放地址的容器 只是存放地址容器中 我们也在强调 指针其实核心就在第二句话 就你这个容器里头 指向内存的方法是什么 那么前面呢 我们非常简单 就是基本类型 int 刀 那多极指针怎么来理解呢 多极指针我们就可以这样来想 像我们这一行代码来看 这行代码来看 我们就可以这样认为 我们首先找到这一行的关键字 就是P P开头的 这个不用说了 那么P开头过后呢 P的左边第一个句话 已经出现了新P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认为 其实这个P就已经完成它的使命了 就是说我告诉你 P是一个心 P是心 那么P就一定是地址 是地址就要满足我们的两个概念 那么P的什么 P的大小已经确定 同时P的心到底是怎么读内存的呢 好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再把这个大方格往外看 发现怎么呢 外面的第一个标记符就是我们什么 心 那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这个P里面存放的 存放的内存 存放的内存 那么我们还是可不可以这样画 就是说它是不是还是一片连续的 看不到还是一片连续的 只是这一片连续空间中 那么它的限制大小多少 因为你是心嘛 一次读心 那是不是还是四个字节 只是这个四个字节非常特殊 它还是一个什么 还是一种心方式 也就是说这里面的东西其实还有一个箭头 还有一把箭头 然后因为我们既然是箭头说明说明什么 这个箭头到底是什么读内存的 是不是我们还没有还没有确定 所以说当然这个硬特你觉得是修饰这个形 就是我们的这个正数的这面的第一个形 还是这个第二个形 很显然这个硬特是不是只是在修饰我们这一根线 所指向内 好我们接着来看 刚才那个图突然断了 就是说这个指针 这个第一个这个星 靠近P这个星 是告诉我们P是一个什么箭头 P是个箭头 这个箭头里头存什么呢 是由我们第二个星来决定的 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星星的时候其实就告诉你 我们这个地址里存放的这段内存 其实还是有把箭头 那这把箭头该如何操作呢 就是按照我们int的方式来操作的 那也就是说告诉我们这段内存怎么切内存 四个四个的int方式来切 这个实际上就是指的我们什么多极指针的概念 所以对于多极指针呢 我们首先第一个你不要认为它是一个什么特殊的东西 它其实也是一个什么盒子 你这个盒子指向的内存能够按照int 按照恰的方式去存取 你凭什么不能按照指针的方式存取呢 那么这种方式 这种方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模型 我们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模型呢 这个模型就是我们的这个 恰星 比如说我们恰星星P 这个模型咱们来思考一下 这个模型是什么 那么我们还是画一个图 这个P 这个P我们说一样它只有一个大小 就这么大 然后呢保存在 它一定会去想办法指向一片连续空间 那么这个连续空间呢 我们说你的切割方法非常的简单 为什么因为都是星 那么大家是不是都是四个字节 四个字节 好 反正这反正很多 可能很多也可能没有 可能就几个 然后但是我们随便找一个方格来看 它是不是还在指 因为你这个星的前面 这个星 这个星告诉你这是个星 这个星是不是还有个箭头 这个箭头我是不是还不是很清楚 那这个时候我的模型 我怎么画 我这样画的给大家看 什么叫恰星 原来给大家提到过 恰星我可不可以用双引号来表示 就说我这个地方有一个Hello World Hello World 我这有一个Hello World的字幅串 同时呢在这个地方啊 我可能还有一个字幅串 好 那这两个字幅串 比如说Hello World下面 一定是一个 比如说叫三个碳号吧 好吧 三个碳号加一个反形量N 假设我们有这两个字幅串 那很显然这两个字幅串 是不是一定连续的呢 我们说在某些开发角度来讲 可能这两不连续 就是说Hello World可能放到一个这个地址上 然后三个碳号呢 可能放到了其他的位置上 但这个时候呢 我们说Hello World和碳号之间 其实从那个逻辑角度来讲 是不是可以把它连在一起啊 对不对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考虑呢 你看我们通过这个指针 只能找到这个地方啊 然后现在呢 我们想找到这个地方 该怎么找呢 大家看谁连续呢 这个P的第一个位置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P0 这是P里面的第一个位置 不是P里面内容吗 对不对 P0是一个连续 P0在这 那么P0后面是不是有P1啊 它们要有P1 那么这个P1怎么的 这个P1是不是就是 就是我们跟P0之间的关系是连续的 而P1是什么 P是不是也是个指针 也是个也是个星嘛 对不对 这个星怎么的 是不是也可以指向另外一个 跟Hello World 没有直接线性关系的一个什么 一段内存 但是这两段内存一旦指完之后 我们恰好又放到P0和P1 那这两个毫不相干的内存 其实有没有一个相应的数学规律了 是不是也就有了 看没有 所以多极指针的感觉是什么 感觉是什么 把一些毫不相干的东西 但是呢 我们把它组合一下 组合一下 组合成什么 组合成一种线性关系 组合成一种线性关系 然后呢 我们用把这个线性关系的最终的描述符 交由这个圆圈去表示 也就是我找到这个圆圈 其实我是不是就找到这个 这一组线性关系了 这一组线性关系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对于多极指针 或者说我们所说的二维指针 更多的时候 它描述的是一种关系型 关系的感觉 就是说它更多的时候并不是在描述这个内存是什么 而是在描述什么 内存和内存之间的一个什么线性关系 线性关系 所以我们看到二维指针 我们第一个反应一定要画成这样的图 当然这个内存可能是支付串 也可能是其他 但我们不管 我们不管 二维指针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线性关系要描述出来 线性关系要描述出来 好 这是我们说的那个多极指针的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感性理解 感性理解 那么也就有点像什么 多极指针就是一串连续空间 只是这样的连续空间里头保存了一个什么 保存了一个我们的什么 其他空间的一个地址 所以说这个就相当没有关系的空间 然后变为线性了 这就是我们的那个二维指针 接着我们再来看 那个二维指针在使用的时候 二维指针在使用的时候 我们一般情况下都喜欢用这个方法 就是P0 然后P1 以此类推背 反正然后一直到什么 Pn 当然这个n到底多大 这个要后面我们再说 那也说我们用P0实际上访问的 是不是第一个线性关系的第一组关系 关系的门牌号 然后第二组关系的门牌号 然后第n组关系门牌号 然后利用这个门牌号 究竟里头存什么 是不是由这个前面来决定 看没有 如果你是int 那么就是int的值 如果是share 那么我们就按照share的处理方法来处理就可以 所以说这个是我们二维指针的问题 第二个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二维指针那么这个n有多大呢 那么根据刚才说的 我们这个二维指针里面实际上就是一堆什么 就是一堆什么 地址的什么 地址的这样一端内存 就里面存了一堆什么 一堆地址 那这个地址我肯定得定一个结束标志 要不然无穷的走 我们原来也提到过 这个p我这写100写1000 其实都可以 对不对 语法上都对 那我肯定要有个限制 所以这个n我们怎么处理呢 那么对于二维指针中 我们有一个也相当于不成文的规定 怎么的 当我们发现 当我们发现什么 某一个pm 某一个位置 等于n的时候 那么就间接的告诉我们程序员 或者是我们的读者 或者是那个相应的产品 那么就怎么的 我们怎么的 已经对于这个二维空间 已经怎么的 结束了 所以说 就结束了 结束了 好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二维指针 二维指针的一个结束标志 好